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急性白血病的危险分层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危险分层呢 急性白血病除了它的分型以外 根据它的好不好字 可以把它分成低危险性 中危险性 高危险性 把这个危险分层的话 主要是帮助指导治疗用的 比如说低危险性呢 主要用化疗为主的方案治疗 高危险性呢 主要用移植的方法来治疗 那么在做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们先做一些名词解释 否则的话往下听就不太听得懂了 急性白血病呢 它一般分成以下几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叫急性水性白血病 以前呢又叫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它主要包括红细胞 单壳细胞 粒细胞 聚合细胞 素突细胞 等等这些 恶变 引起的白血病 那么1976年开始 法国 美国 英国 三个国家的一些形态学专家 他们提出了一个白血病的 急性白血病的分型 它把急性水性白血病分为M0到M7 也就是M0 M1 M2 M3 M4 M5 M6 M7 那么很多基层单位给出的分型的报告 都是依据这个来做分型的 M0就叫急性未分化型白血病 M1 又叫急性微分化型白血病 或者又叫急性逆细胞白血病 微分化型 M2 就是急性逆细胞性白血病 分化型 就是更多成熟的细胞 比M1 M3 又叫急性早用逆细胞白血病 它的白血病细胞 主要是早用逆细胞白血病 M4 就是又叫急性逆细胞白血病 它的白血病主要是逆细胞和单核细胞 M5呢 又叫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它的白血病主要是单核细胞 M6 叫急性红白血病 它就红细胞系统和其他的水系 包括力气统发生的白血病 M7呢 是急性聚合细胞白血病 就是它的白血病细胞 是聚合细胞 这是一大类 第二大类叫急性零八细胞白血病 那么FAB就是把每因三果按形态分形 把它分成L1 L2 L3 如果按每因细胞分形的话 它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B细胞性 一个是T细胞性 还有一种叫急性未分化性 就是说分不清楚 它是急性随性白血病 还是急性零八细胞白血病 它的标记不清楚 还有一种叫做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 那么就是说一个病人 它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一个病人的白血病细胞 里头有两种系列的细胞 比如说同时有零八细胞 有水系细胞 或者有T细胞 或者有B细胞 或者同一个细胞上 有两系以上的标记 比如说同一个细胞上 又有水细胞的标记 又有T细胞的标记 那么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分形中 把急性未分化型的白血病和混合性白血病 放到一大类里头 叫系列模糊的白血病 那么就是以上的这个呢 主要就是根据这种我们叫系列分析 那么随着免疫学啊 染色体啊 基因技术这种发展 那么尤其是染色体和基因 它对病人的愈后 就是愈后好不好治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逐渐逐渐把这个分形呢 就变了 就是以染色体和基因为主的分形 除了前面的那些称呼以外 那么它从95年提出 2001年 2004年 2008年分别做了修改 那么按2008年的分形呢 它就把L3型 一般是叫Brogate 08牛型了 那么根据200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分形 它就把基因白血病 就不是叫M1、M2了 比如说基因随性白血病 它第一大类 叫半重性型 遗传学异常的 极性水性白血病 那么比如说有什么染色体 有什么经异常 它先把它叫出来 比如说第一大类 叫半821一位的 或者AMLE1-E2阳性的 极性水性白血病 它就是把这些有特殊的染色体 或者基因隐藏的白血病 这个叫出来 后面加上水性白血病 那么极性早有女白血病 它是特殊四肢有15、17号 雅瑟提一位的 所以它把雅瑟提和基因异常 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大类就是半MDS相关改变的 基因随性白血病 什么叫MDS呢 中文又叫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增 它是有特殊标准的 是指细胞学 除了白血病以外 它的细胞的形态 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叫病态造学 这一型的白血病 给它单独分出来 是因为它不好治 用化理工的方法 效果不好 第三大类是治疗相关的水性肿油 就包括后面一杠 TAML 是治疗相关的精性水性白血病 TMDS是指治疗相关性的MDS TMDS-MPN 就是治疗相关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增和骨髓增质性疾病 什么叫治疗相关的 就是以前由于其他病用了一些化疗或者放疗 由于其他的肿油用了化疗和放疗 然后再得的白血病 这种是和以前的一些化疗放疗的毒性有关 所以它也是现在化疗效果不好的 所以把它单纯 没有以上其他的特征的 它才把它叫 它也不叫M0、M1、M2 它就直接叫微分化型AML 极性水性白病 微分化型叫以前的M0 不承受型是以前的M1 承受型的是以前的M2 极性立单白病是以前的M4 极性单二细胞白病是以前的M5 极性红白血病是以前的M6 极性聚合细胞白病是以前的M7 那么还有四解细胞白病 还有半骨髓纤维化的极性泉水品病变 第五大类的极性白病 就是水系肉牛 一般来说白血病是骨髓和血液里头 大量的白血病细胞 那么水系肉牛呢 它在骨髓和血液没有大量的白血病细胞 而是以在骨髓外 很多部位长肉牛 像实体牛样一块一块的肉牛 那么它以前呢 没有把它归到极性白病 现在发现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极性白血病 那么它就表现像个油子一样的奇病 而实际上最终都会跑到骨髓和血液里面 第六大类就是和唐氏综合征相关的水系真身 那么唐氏综合征是一种遗传病 它就是21号染色体多一条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 它就有一个就是鱼人综合征 那么它叫唐氏综合征 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白血病 还有第七大类就原始僵细胞样速突细胞肿瘤 都叫BPDC 它是一种速突细胞的白血病 世界外生组织的第二大类的极性白病 就叫系列模糊型的极性白病 就包括极性未分化型 就是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一个系列 还有呢就是孔合性白血病 孔合性白血病又是包括有9、22号以为的 或者是有B12、R、Able 基因融合基因阳性的极性孔合性白血病 有11号累积11号Q23 两次体异常的混合性白血病 或者有MLL 累积MLL基因的混合性的白血病 还有其他的混合性白血病 包括B细胞随和随系的混合性 还有其他的混合性 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比如说自然沙沙 淋芙木细胞,白血病,淋芙牛 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分到淋芙系统肿瘤里头 他不知道为什么分到这 第三大类就是世界微生组织的第三大类 就是极性淋巴白血病 它包括极性B淋巴白血病 B淋巴细胞白血病里头 第一大类它是没有特殊染色体或者基因异常的 第二大类就是有染色体和基因异常的 它和随性白血病一样 把染色体和基因异常直接拿出来 后头这样一个白血病的称号 就是对于它的疗效 我们有一些名词 完全缓解 就是治疗以后 我们的第一步 要让白血病达到完全缓解 什么叫完全缓解呢 有以下几大标准 治疗缓解以后 中心腻细胞应该大于多少 血小板应该大于多少 外周血查不到白血病细胞 骨髓的细胞数在20%以上 三细细胞都有成熟细胞 而且骨髓里头原始和幼稚细胞小于5% 没有白血病样子的细胞 就是没有含O小体的细胞 还有骨髓外查不到白血病 如果达不到完全缓解我们就叫失败 缓解后完全缓解以后 完全缓解用英文名词叫CR 完全缓解后的符法是指 完全缓解以后 血液中或者骨髓里头出现白血病细胞超过5% 或者血液里头出现白血病细胞 但是这个白血病细胞一般是原始或者幼稚细胞 但是这个原始和幼稚细胞要经过其他方法 不光是形态的一个标准 而是要牛适或者基因证明它是白血病细胞 因为化疗以后骨髓增生或者是用生白药以后 可以出现正常的原始细胞增降 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叫复发 我们经常有这种化疗以后 把骨髓和外周旋 原始细胞或者幼稚细胞增加超过5% 甚至还有超过40% 结果它是正常的原始细胞 所以经常病人问我原始细胞1% 是不是还有白血病细胞 我说这个不行 还要用牛适啊精英的方法分析 还有一个下面要讲到 急性白血病的愈后 什么叫愈后呢 就是说它我们提前判断它以后好不好 这叫愈后 愈后因素就是判断它好不好制止一些因素 愈后因素和很多因素有关 包括临床特点 化疗前的一些体质 胀气功能 胀气的疾病 它的形态学 免疫学 细胞遗传学 分子 它的类型 还有对初步治疗的疗效 所以根据它的愈后 就是好不好制 国际呢 大协作主呢 就把它分为 标微 愈后良好的 也叫标微 愈后中等 还有愈后差 又叫高位 这三大类型 甚至现在又多一大 比如说愈后机号性 那么我们的很多治疗是根据这个来定的 所以好多病人问我 老师问我 不是M2 好不好制啊 用什么方案啊 我说的这个不能根据这个来定 我们还要根据你是中微低微高微量来定 那么关于分层呢 就是把它分成哪一种威胁程度呢 国际上有很多很多分行的方法 每个协作主有点不一致 但是有些是有一致的 我必须要说一点 有些愈后因素是会变的 比如说最早的早入立白血病 那么是就非常不好 我刚当医生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百的死亡 那么随着后面有微甲酸生剂等等的发现 那么它现在成了愈后最好的白血病 还有就是愈后因素是相互关联的 比如说821一位的这个极性白饼是愈后好的 但是它同时有歪展射体丢失就愈后不好 同时有CK的基因突变愈后也是不好 比如说它同时表达射击56 愈后就变差了 影响白血病的愈后因素主要有这几大类 第一个是年龄 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愈后因素 就是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 比如说一般认为60岁以上 而一岁以下的愈后差 那么60岁以上的基因白血病 那么它的三年五年的总生存率 OS就是指总生存率 大概是9%到13% 3到8% 但是呢同样的脑内性白血病 它不同的染色体和基因又不太一样 就是说前面说的好的染色体和基因 在脑内性白血病仍然有效 但是同样的染色体和基因 那么脑内族比青年族比较难治一些 还有出发病一些的特征 比如说一般状态 共病因子 什么叫共病因子 就是同时存在其他疾病 如果有一个白病 同时存在心理梗塞 那肯定不好治 同时存在肾功能衰减 那肯定不好治 有其他的什么糖尿病啊等等这些 他化膜难以进行 共心肝肾肺这些功能差 都会影响化膜的进行 这些都是不好的 还有治疗相关性的进行水性白病 然后有骨髓真正异常的进行水性白病 以后也比较差 还有起病的时候 白细胞在十万以上的 他的预护也比较差 还有刚开始得病的染色体和基因的特点 还有治疗效果 治疗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 治疗以后达到完全缓解的时间 越多 他的 越好吃 如果化疗以后 一个疗程就达到完全缓解 他的疗程就比两个疗程 达到完全缓解的效果好 那么两个疗程都缓解不疗的这个病就叫原发赖药的白血病 就是很不好治的 以外就是要考虑移植 还有现在很强调的微小残留白血病 什么RD 什么叫微小残留白血病呢 是指完全缓解 以后 完全缓解就是说 用形态学 血里头 骨酸里头 水外都找不到白血病细胞 血细胞技术也恢复得比较好 但是用更敏感的方法 尤其是用流失细胞分析技术 和基因分析技术仍然查得到的白血病 这个它的水平也跟预后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对于中低危险型的白血病 它有很好的预后价值 对于极性水性白血病 那么最新的是一个美国东部协助组 它的观察 它根据染色体基因的改变 来进行了危险分析 第一个是高危险组 它的总生存力 三年的总存活力 是小于20% 包括以下几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有FLT3ITD基因突变的 它如果同时合并有以下指标 至少一种 比如说有TETR基因突变 有DNMT3A基因突变 有MLL PTD基因突变 或者有加巴染色体异常 它三年总生存率 为14.5% 还有没有FLT3基因突变 PHF6基因突变 MLL PTD基因突变 还有以下的染色体 累积3号Q的染色体 累积9Q 11Q 21Q的染色体异常 11P的染色体异常 5号染色体丢失 5Q解 就是5Q上丢失一个区域 然后7号染色体丢失 7号Q上有一段丢失 还有6号和9号染色体的一位 922的一位 还有有三个以上的染色体的异常 还有染色单体的异常 什么叫染色单体的异常呢 是指有一号染色体丢失 丢失一条 但是不包括X和Y的染色体丢失 同时有另外一个染色体的结构异常 或者再丢失一个 这个另外染色体的异常呢 不包括821一位和1516 或者16号染色体的一位 预后最好的组 是指染色体正常 但是没有F273 ITD基因突变 但是它有NPM1 同时有IDH进行突变的 这个三年的总生存力 用化苗的就超过80% 现在还有其他的写着组 提出呢 有双CEBPA突变的人 也是属于这种 我们从领常观察也是符合 预后两号组 是指没有CKID基因突变的 821一位或者AM1一头阳性的 进行水性白病 或者是16号染色体的导位 INV或者有CBFβ-MYH11阳性的 极限水性白病 我们觉得还要加一条 是还没有Y染色体 就是预后中等的 就是不包括以上的 这种就是预后中等 它的染色体一般正常 基因也是正常 它的三年的总生存力 一般在用化苗是45%左右 这是美国的一个 这个一 就是东部协作组的新的分情 老的分情的话 主要是根据染色体 新的分情就是在 中等危险里头 加上了基因突变 所以大家看这 所以大家看 这后面的生存力的图 其实就根据 它就分为极好型的 这是最好的 预后良好型的 极好的是80%以上 预后良好的是50%60% 预后中等是20%到40% 预后差的是小于20% 像根据这个 在中文里头 中文里头 它把基因 根据基因的突变来分析 以前的中文里头 以前的中文里头 基因 就是FLT3 非常不好的 在以前是归到中文里头 那么极性淋巴白血品 分为成人和儿童 它是稍微有区别的 那么不同的协作组 它的威胁分层不太一样 比如说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省重儿童医院 它就根据这几个 认为低微 标微 高微 它的低微 就是 有这个TEL AM1基因的 还有DNA指数 没有以下的临床 白肌包出发病的时候 白肌包是在 5万以下 年龄在1到9岁 没有这些 比如说 没有中处神经白血病 没有其他的水外白血病 没有922号移位 也没有119 没有ML 没有基因重盘 没有 两二被提 没有早期治疗反应差 就是早期治疗反应好 什么叫早期治疗反应 就前八天用激素治疗反应好 标微就是没有低微 或者高微因素的 高微它主要是包括 有922号移位 而且刚诊断的时候 白细胞数在25000以上 或者早期治疗反应差 就是在右道环境 第19天后26天 原始细胞还在5%以上 年龄小于1岁 年龄小于1岁 半有MLL基因 以偿的 像BFM 它对于成人的预后 就分为一个是 影响预后的因素 有以上这几种 那么它根据以上的因素的多少 来分低危险中危险高危险 没有以上那些的就是低危险 就没有预后不良的染色情 但是有一种以上预后不良的因素的 就是中危险 其他就是高危险 像这个是德国的这个协作组 它对于偏系阴性的儿童BG 他的就1岁到18岁 他做了这么一个分析 他把41移位 或者MIL AF4这个基因 和922号移位 放到很重要的地步 然后把33天和78天的微小残留白病 放到很重要的地位 大家可以仔细看 什么叫他的标为 中为和高为 他根据这个 他就统计了几千例孩子 就发现T级灵和B级灵 就是说在T级灵组 更根据微小残留白病的分组 那么T级灵更多的归到了中高危 B级灵更多的归到了 标为和中为 那么它的低为 中为高为 它的长期生成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观察 我们是在玩 最终对于极性水性白病 根据残留 用牛氏细胞分析技术来分析它的微小残留白血病 我们每一到三个月都要查一只残留白血病 然后观察12个月以上 对于极性水性白病 发现在12个月内 残留白血病查不到的病人是绿色这一条线 那么它的长期治愈率是80%左右 那么如果是还继续 12个月的时候还能查到残留白血病的人 只有一个存活了 其他都复杀了 就是红的这一种 对于极性淋巴白血病 那么我们观察 在五个月的时候 仍然存在残留白血病的 是指红的这一种 全部都复杀了 那么绿的这一组是五个月以上 到五个月就转阴了 而且一直转阴的病人呢 就长期成活率是在90%以上 今天的演讲呢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联系 我的邮箱 我的电话 以后会公布给大家 然后我呢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随时都可以约我的门诊 但是要提前预约 预约的电话 一个是我自己的电话 还有我们中心的 那个是你您的电话